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Thunderbolt是有点贵的东西 这个贵是包含我个人的消费经验 还有大众对它的观感 像手上这几台 每台的价格大概都是1万上下 这6台出算大概就6万了 那也因为有点贵 台湾目前开箱评测这类产品的 影片、文章、资源、资料都非常少 全世界也很少有内容 是一次跟你介绍这么多台的ThunderboltDoc 而且非常诚实地跟你评论它的优缺点 因此我觉得这样的内容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用中文的方式介绍这些内容 而且分享我自己的观察和看法 这起内容的出发点是横向评测 那这个内容是我们自发性想做的 所以我们并没有要特别偏谈哪一家 那如果真的要打广告的话 我觉得那就6家一起打嘛 我想会看这部Thunderbolt影片的各位的财力 其实也不用我们送赠品啊 所以我这次挑选抽奖产品的方向 是觉得我觉得实用性很高的产品为优先 那价格是其次 只是很意外的刚好这些产品的单价都还蛮不低的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厂商 那也预祝大家中奖了 除了这次也要介绍的6个比较常见的品牌 我也有玩过其他品牌的像是这一大串的 这些牌子的Thunderbolt Dark 那有的也不止一款 但有些也没有在台湾卖 那你就不要问我是怎么拿到的了 那主要就是以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这些为Sample 所以这次的影片还是会放在那些有时机 而且我们已经使用很久的这6台 以我用过十几台的经验来比较他们彼此的优缺点 那刚好一个品牌手上都有一款 我们就以品牌名称来简称 在这之中大家也可以先了解一个品牌的背景 例如说Architio它原本是独立的品牌 它后来被OWC买下来了 就变成OWC旗下的品牌 而Elgato也是类似的 它现在是属于Coshure旗下的品牌 而且Coshure在收购Elgato后才推出了TBT100 两者在设计上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却也避免了规格过境的定位模糊 我猜测两者可能是不同团队开发的 但是有些地方也有传承 这集就是以介绍Thunderbolt Dark为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Dark跟Hub的定义是什么 差异又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那我提供自己的看法和观察 Dark通常会需要有额外的电源供应 但是它也可以提供电力给主机端 而Hub的价格通常比较便宜 更容易携带 但它的电力取用于电脑本身 而至于厂商要把产品怎么命名 它到底要归纳成Hub还是Darkic 通常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命名逻辑跟系列的需求 总之就是跟大家有个共识 我们这一集在讲的是Dark 不是Hub 那不要把两者混淆了 很多人会觉得很扯 一个没有计算能力的外接设备 要卖一万多 这个价格我买个中阶手机不香吗 的确 从这个角度我也觉得Thunderbolt Dark很贵 三不五十也会在论坛 PTT Facebook社团看到这些讨论 不过以我来说 像我有一台十几万的iMac 还有另外一台自己组装的桌机 接近十万也是有Thunderbolt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其实Dark一万多其实也还好 就是价格相较起来嘛 而且尤其以iMac来说 它的IO非常少 而且全部都在后面 只有两个Thunderbolt 四个USB 一个RJ45 一个耳机接孔 一个读卡机没了 那你就会觉得 其实一万多的Dark也还好 所以有Thunderbolt 真的能够让我们在工作上更方便 但你也可以想象 如果你把Thunderbolt 讲给你的家人 或是不做科技业的朋友听 其实大多的顺应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觉得这东西贵的 真超级没道理的 但是它真的让我的工作更方便 然后IO也更多 而且iMac上面的读卡机 还是UHS-1的 我是2020款的 才是UHS-2的 但是这边 六台每一台 它的SD卡都是UHS-2的 这个真的差异很大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每一款Dark的IO特色 首先第一台 Elgato这一款 我前后拿过了三台样品 由于批次不一样 我有发现 前后IO挡板的材质有改变 它都是塑胶 但是新款的表面颗粒的纹理 比较明显 比较不容易有刮伤 还有指纹 但是平常 还是看得出有些微的手游 但很特别的是 它是唯一配备 MicroSD读卡机的款式 而且它还是UHS-2的 MicroSD规格 而当初我会选Elgato这一台 很大的一个因素是 它有超级多的USB-C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USB-C刚推出的前几年 我就非常大力的把我的USB-C线 还有外接设备 全部都转换成USB-C了 而且已经真的就跟USB-A黄金交叉了 但是大多数厂商在设计需求 或是选择供板的时候 都会想说 消费者 它现在应该需要USB-A 那我给它多一点USB-A好了 但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就不是这样 因为我需要的是更多 速度可以更快 通用性更高 而且不用去考虑正反面的USB-C 所以Elgato它提供了四个USB-C 一次排开 当然有一个是Thunderbolt上行 有一个是Thunderbolt下行 可别以为它是Thunderbolt 4 因为它其中两个USB-C是持续的规格 第二台它的近亲 Couchure这一台 同样也有USB-C持续的规格 不过它就没有Thunderbolt downstream了 所以它的Thunderbolt是无法往下继续串接的 那它这台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具有两个HDMI的输出 而且可以同时支援HDMI 2.0 4K 60Hz HDR的输出 这个是绝无仅有的 你看其他台如果有给影像输出 首先它都会是配备标准尺寸的Dispay Port 当然其他台如果你要同时输出两个萤幕 还是可以的 就是一个透过Thunderbolt用DP协议 那当然你的萤幕也要支援Thunderbolt或是USB-C的DP AUTOMO 那不过目前HDMI我觉得是更加通用 或是萤幕可能就只有一个DP 但是HDMI通常就会有两三个 那换个说法 Couchure这台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虽然它没有Thunderbolt的Donstream 但是它的影像输出规格就帮你换成了两个HDMI 2.0 不过因为我自己是只有一个4K的萤幕 所以我是没有实测过两个 但以官网的规格的意思呢 是说它可以同时支援两个HDMI 这样使用上会更加方便 那通常如果你想单买一个Thunderbolt 然后转双HDMI这样的规格的产品 以OWC刚好它们有卖了 那它们的价格大概是3000块出头 那就可以返回去评估Couchure这台 它的价值跟它的用途和它的特色专长 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有两个HDMI 比较符合你的使用条件 第三台Noda这台 虽然它也是采用Thunderbolt 3 但是它采用的是代号Titan Ridge这一代的晶片 所以规格上来说它的DP是有支援到8K的 但是同样我们没有8K萤幕 所以我们没有实证过 但是原厂说是可以的 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人都还不见得有用到4K啦 当然用Thunderbolt的人很有机会是已经有4K萤幕了 但是我觉得8K萤幕应该用到机会现在还是有点难 至少我是买不起 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此外Noda这台的IO我觉得还蛮特别适合给笔电 还有携带型装置使用的 特别是跟Thunderbolt 3的机型来比较 因为其他家Thunderbolt 3的时代 他们都把Thunderbolt的Upstream就是上行 上行就是接到电脑那一端的IO 他们都把它做在背面 加上Thunderbolt 3 Cable它本身长度就不长 就变成最后你实际在使用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Duck背后一堆线 而Noda他们特别把IO做到前面这一点 一方面是符合他们Thunderbolt Module设计的方向性 也刚好让消费者使用起来的时候是更方便的 那Thunderbolt Module其实跟一般消费者使用上是比较无关的 但是对厂商来说 它就可以用一个模组去做更多的可能性 好那回到刚刚讲的 你可能觉得那Thunderbolt都在前面呢 其他IO在后面不就又跟iMac一样了吗 这样讲也是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基本固定不变的 像是DP的影像输出还有网络孔 它都是固定可以接着不去动它的 而USB线则可以透过线材 就预插好在Duck上将线往前拉就可以了 那唯一动不了的大概就是 两个记忆卡读卡机 就是一定要到后面 但整体来讲我觉得在当时是一个蛮特别的设计 第四台Cottage这台 是唯一有光纤输出音讯功能的 其他五台都没有 真的是它的特色 那我就会觉得 其实像在桌机上面 但凡你组装到一定等级的主机板 光纤输出基本上都是标配了 就算不说PC 以Mac来说 以前有一段时间 Mac Pro iMac Mac Mini MacBook Pro 都是有光纤的 只有MacBook Air没有 但那段几年的时代过去后 它就渐渐取消掉光纤了 就我觉得光纤 其实还是有一定使用族群的 那Cottage这一台 就会是你可以考虑的选项 此外 Cottage它的USB 多到一个夸张 居然有七个 有五个是USB-A 有两个USB-C 虽然我平常会跟大家强调 Thunderbolt的评观 那也就这样子 IO一堆最后 你还不是要考虑到最后 卡到瓶颈的问题 但对于需要一堆USB-A的人来讲 它可能也就不是说 一定要一个很快的速度 它只是需要多一点的hub而已 例如无线键盘 无线滑鼠 麦克风 挂灯 或是接iPhone 那其实这样就还蛮适合的 第五台 Archeteo这一台 我觉得它的长处跟短处都非常极端 首先讲它很厉害的地方 它直接内建了 RJ45 10G的网路接孔 这个是我使用率非常高的功能 就跟SD卡 UHS-II一样重要 早期Thunderbolt 3转10G 这样的设备 一颗就要卖到1万元了 后来才逐渐降低到现在 一颗我看行情是5000块左右 但你想 光这个功能 大概就只5000块了 而且它还内建了一颗风扇 消费者可以自己决定 要不要打开 之前有一些留言 就问到说 不开风扇会不会过热 以我的经验 同时跑10G 然后DisplayPort输出4K60赫兹 不开风扇也不会热当 那开风扇的话会有点噪音 但是整台的外壳的温度 可以显著的下降 此外它还有eSATA 以前这个IO有流行过很短的时间 甚至当时真的有笔电 还有外接硬碟 都是有eSATA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我个人当时就不太看好这个规格 所以我并没有投入太多在这个IO上面 而现在比较多 我觉得是在NAS的扩充机柜上 还看得到这个规格 所以Architeo这台真的有一些小众 比较冷门的IO 但是它的最大短数就是 它所有的USB eSATA还有CF2.0这些 全部都会受到转接的PCIe频款的限制 所以它们的速度都只有370Mbps 对于想要跑满USB3.0的人来说 本身就会有点打折扣了 那更何况 其实同类的DUK大家都做到10G了 最后一款OWC这一台 是这几台当中唯一一台 Sunderbolt 4的DUK 虽然三代到四代的频款 并没有改变 依旧还是宣传的40G 但是有一些规格 还有功能上是真的有进步 那我自己还是会细称它是 Thunderbolt 3.1 其中我觉得最棒的 就是它具有更多的DUK 这样我就有一次可以多接 很多颗USB-C SSD 就不用去管它到底是 Thunderbolt的还是USB-C协议的 那使用上就更加方便了 而关于相容性 我们后面会去提到 Thunderbolt 3和Thunderbolt 4的DUK的相容性 这个是OWC相较其他五款的优势之一 此外这一台它标示可以支援给电脑端的电力 也达到96瓦 是所有机种之冠 还有一个小巧思就是OWC的机种 在Thunderbolt上面都有一个螺丝孔 这个就可以搭配他们家的配件 来固定住Cable的线头 就比较不会因为扯到线 而让资料的传输中断 好 以上我们花了10分钟 对每一台DUK都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跟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从各个面向去考虑这6台 他们有什么特色跟他们做的好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首先我想先讲讲机卡 目前手上只有Archito这一台的SD卡 插的时候是要反面插的 稍微有点小过分 其他款都是正面朝上的设计 我觉得会比较合理 而Codditch这一台因为它是可以直立的 按照预设横躺模式 它也是可以正面直接插进去的 而且它也是唯一一台有用弹簧SD卡做的设计 另外就是SD读卡机的高度 因为如果你设计的太低太靠近桌面 这样要插拔记忆卡的时候 就一定要从侧面去捏着记忆卡做插拔 例如Noda跟Archito这两台 他们的SD读卡机都做的超低的 另外四台都有给足够的空间 让我从记忆卡的正反面用手指夹着做插拔 这边每一台SD卡读卡机都是可以支援到UHS-II的规格 底端上可以达到312MB 实际大概300MB是极限 不管是买万元的Thunderbolt Dock 还是买几千元的USB Dock 还是Hub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流都是以UHS-II为主 因此不管是买哪一种 或是你叫我个人推荐 我一定都会以UHS-II为优先 大家如果对使用的读卡机晶片有兴趣 也可以从我们过往单独开箱 拆解这些Dock的文章中可以找到 另外大家未来几年可能会看到SD Express的规格 其实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方案了 我们也有写过文章测试过 不过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实际上市跟量产的产品 那这东西恐怕比Thunderbolt还要冷门哦 那讲到SD Express 其实目前CF Express是更多专业工作者 还有专业设备的规格 不过我目前还没有用过带有CF Express的TBT Dock 目前我看过的都是独立出一个读卡机 而这六台当中有两台 Archeteo跟Norda这两台是具有CF 2.0的 不过我个人是没有建立在CF 2.0的需求 根本就一次都没有用过 所以这个IO对我来讲就是不加分也不扣分 那当然如果你有明确需求的人来说 这两台就会是优先可以考虑的 那经过上面一轮的功能特色介绍 下面就是各个参数规格 我们不会每台分析就是调极端值 跟比较特色的品项来讲解 首先看到宽度 或是你可以理解成长度 虽然体积看起来最大的就是Archeteo 但它并不是最宽的 比它宽的还有Eogato 以及最宽的Corshore 以227mm成为这六台当中最宽的Dock 那么最窄的呢 一定就是Cordage了 当然对于最窄的这个窄边 你要有哪一个定义可能会稍有争议 但不管你是用它直立的模式 还是平躺 它都会是最窄的 那在深度的部分 Archeteo以108mm 超越所有竞品成为最深的存在 而最不深或是你说最浅的 则是OWC推出的Thunderbolt 4 Dock 仅有74mm 以不计算周围圆角的投影面积来讲 这个项目主要是让你判断 Dock放在桌上会占用的土地面积 其中Archeteo是唯一超过2万平方的 以22788位列第一 并比第二名高了20%左右 Coddage直立模式下就只有3920平方 即便是横躺模式也只有12858平方 是最不占桌上面积的 高度跟厚度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边我采取是测量包含脚垫 而且是实际从桌面到产品的最高点的测量方式来进行 最高的当然就是Coddage了 因为它的预设就是直立的 那如果将它躺下 最高的也还是它 最高的是Archeteo 最薄的是Noda 而且Noda这台呢 19.10mm 还是因为它本身是个斜面 所以它最高点在后面 如果是在较薄的那一端前端 厚度只有16mm 而在刚刚已经有投影面积的基础上 我们现在也有高度的数据了 我们就直接沉在一起抓个体积的数据 其中Archeteo同样是最大张的 体积最大的 而Coddage虽然看起来很小 但它的体积 不管是直立还是躺下 都是位列第二 Noda以不到Archeteo体积的一半 成为最小的Dark 敬重来说 的确跟体积有一点正向关系 最轻的依旧是Noda 而最重的也还是Archeteo 但是中间几名的排名就有变化了 不过因为它们的体积 重量差异其实也没那么大 所以实际使用的感受其实都还好 而这类产品由于需要额外的供电 像是Cosher,Elgato,Noda这三台 电源都比主机本体还要重了 这边加总了主机以及电源的重重量 但不计算电源供应器到试电中的 这条线的重量 Archeteo已经将近1.5公斤了 其他竞品都在1公斤以下 而最轻的当然还是Noda 整套只有884公克 而有趣的是 我们可以将电源供应器的重量 单独拉出来看 并且配合上电源供应器标示的瓦数 将瓦数除以电源的重量 得到每克的瓦数 其中CodeDigit这台的表现是最高的 达到0.43 甚至是有些品项的2倍以上了 接着看到外观造型这部分 我会将每一台机器都拿出来讲讲 首先OWC这台跟它上一代很像 只是这个顶部跟底部采用的塑胶材质 真的是很容易有刮伤还有手游 刮伤远看是看不出来 但是近看你可以看到 它表面有非常多正常使用情况下的刮痕 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地方 此外很有趣的是 似乎是为了让整体拿起来更有分量感和手感 之前我拆这台机器的时候 发现顶部内侧有两块金属块 虽然看起来它是多了一点重量 但是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 设计团队在考虑重量还有手感的时候 是有更细微的考量 第二台Noda这台的表面处理的颗粒感 是比较粗糙的手感 加上外壳比较薄 整体会缺少一点扎实感 但也因此它能够做到最轻最薄 此外在一种灰黑色的Duck当中 它是目前唯一银色的选择 第三台是我外观最喜欢的Elgato这台 乍看之下会觉得它有点像Belking的那一款 但我觉得Elgato这台它更优雅 正反面的视角看过去 左右两侧的圆角也都比Belking那台更有动感 加上它的金属外壳不是简单的驴脊型 而是底部是挖空横跨的 在它的金属外壳造型当中 你找不到任何的直角 非常的圆润 金属跟塑胶搭配也非常的巧妙 不会让你有廉价感 还有外观的长宽比例也抓得非常好 从这些细节就可以感觉得出来 Elgato的设计团队在工业设计这方面是真的很厉害 第四台Corshare这台 也是很有特色 它的表面处理是最平滑的 我还蛮喜欢的 而且相较其他机种 大多是用驴脊型居多 所以我原本想说这台的四周 这个圆角用CNC也太高纲了吧 结果拆开吓一跳 原来这台的机壳跟底部都是铸造的 另外它也是唯一一款 有实体开关按键的机种 我一直很想要有这个方便的功能 而且它的按键是有内凹的 所以不太容易误触 但是按键的手感 我觉得是可以再改良一下的 第五台Codige这台造型上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可以直立也可以平躺 刚好我的外接荧幕 它的下边框够窄 所以这个高度还刚好可以放得下直立的Codige 只是面板的基准性大概会比iMac 大概再高个5mm 如果是不仔细看 大概是看不出来 所以如果你的外接荧幕边框足够薄的话 其实Codige这台可以让它完全直立的放着 而我也有试过要随附的脚垫 让它转为横躺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方向也是非常方便的 机身的主体是铝器型的工艺 上面有许多散热机片 是这个系列的特色 当然这样的设计可能就是散热上的考量 但我个人觉得审美上真的没那么好看 我更喜欢完全平面的设计 而且不管怎么摆 这个沟槽放几个礼拜以后就很容易累积灰尘 不过好在清洁上也算是方便了 最后一个就是Archito这台 我每次在拿它的时候都会有个心理暗示 想说它是不是一个高科技砖头 这个尺寸跟比例真的很像 那它顶面是法斯文的处理 温度是比较深的 可是我自己的喜好是比较喜欢浅一点的做法 手上这些Duck在使用的时候 机身外壳都是有一定温度的 我就不敢将充电的手机 或是将记忆卡SSD放在上面 但是Archito这台如果你有开风扇的话 屋顶这一片是完全凉的 整台机器的温度也会明显下降 而相较之前我在评测影片当中有提到 我觉得形容它就很像一个精致的汉马车 所以对我来说我喜欢它精致的部分 但是我比较不喜欢它作为一个汉马车的形象 而以做工来说 这个价位的产品其实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了 但也因为各家厂商做工都不会太差 Noda这一台就显得有点掉队了 例如铝壳的边缘就不太整齐 也没有什么修饰 外壳在IO的开孔上面 也有一些断面没有修饰的比较好一点 平常就会看到这些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是有点扣分的地方 那其他同样是金属IO开孔的OWC 还有Archeteo也有类似的情况 但是非常非常轻微 基本上就是一般人都不会看到的 但是Noda这个就会明显一点 而Codage这一台就蛮有趣的 因为它前后面板采用了不同工艺 金属前面板是CNC 把IO的开孔做得非常的完美 而后金属面板可以看到一些磨线 但基本上都藏得很好 一般人应该也是看不出来的 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在Thunderbolt 3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哇这个Thunderbolt的周边贵到离谱 至于二代跟一代就更少人知道了 我觉得大概除了Mac的使用者 根本很少人知道这个东西 那除了Mac大概十几年前 华硕顶规的ROG笔电十几万一台 上面也有Thunderbolt 但也没有那么多人批评 我认为是因为少到会买的人 也不会嫌它贵了 那我觉得更多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前面一两代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骂名 就像我自己 iMac 27寸2012的博款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改双影片 它上面有第一代的Thunderbolt 但是即便后来我的MacBook 每一台都有Thunderbolt 2了 我也只买过一条Thunderbolt 2的cable 主要就是通用性太低了 所以在Thunderbolt 2的时代 我并没有投资在大部上 直到Thunderbolt 3我才开始投入 因为我认为USB-C 还有Thunderbolt就是未来的趋势了 其实这类产品的Mega还有很多 那这部影片我已经尽量将重点 明显的缺点 明显的优点都讲出来 让大家知道了 当然我开箱过的这几台 都是业界有一定水准的产品 所以如果你说选购建议 一定要我推一台给你 我觉得那是非常智障的一件事情 希望让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认知 跟用自己的方式 去选到一台适合你自己的 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首先先留意 自己的电脑是哪一台 你是支援Thunderbolt 4 还是支援Thunderbolt 3的 其中Mac又比较有趣 以OWC这台来说 如果你是Intel CPU 而且支援Thunderbolt 3的款式 那将作业系统升级到 MacOS 11.1以上 那也可以使用Thunderbolt 4的产品了 接着当然就进一步 可以去思考IO的需求性 例如是不是一定要两个 HDMI 4K60 10G网络 超多的USB-A 还是对大瓦数充电的需求 当然对我来说 我还会希望考虑到外观足够好看 然后后续的维护清洁 也很方便的机种 在功能上 我平常用Duck搭配Mac桌机的 使用场景较高 所以我希望可以专门 for iMac的Duck 例如桌机因为不需要Thunderbolt的供电 所以其实可以完全不需要 有这个充电的网数 那或是受限于协议的要求 希望也可以尽量压低 这个充电的网数 而省下来的供电需求 就可以将电源供应器做得更小 而且我会希望电源供应器 可以跟Duck本体二合一 不要分成两个主体 不然你会发现 这些地缘供器很多都比Duck主机本体 还要大 还要重了 对桌面的规划真的是很麻烦 要理线都没办法弄得很好看 当然这可能也跟散热 成本 认真规范的问题有关 一定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部分 那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也别忘了前面的抽奖活动哦 总共有三个产品 奖项真的非常丰富 我们会抽出三位正取 两位备取 然后按照抽出的顺序上 得奖者选择想要的产品 例如第一位就有三个选择 第二位就有两个选择 第三位就是仰赖前面两位选择的结果 如果你觉得Thunderbolt Dock太贵 而且自己也用不到那么高的速度 那OWC USB-C Travel Dock 1 不管是作为桌机 还是笔电的Hub都很合适 价格也就只有Thunderbolt 全功能型 Dock的1⁴到1⁵而已 但它同样具备 HDMI 2.0 4K 60Hz的输出规格 以及UHS-II的SD卡读卡机哦 第二个Corsair的机械键盘 K65 RGB Mini 这把键盘我自己是没有用过 但是我用过他们家的K100 K70 我都觉得非常棒 海盗船在做键盘滑鼠这方面 真的很有一套 RGB的灯光也调得非常好 是很有质感的视觉效果 独家的iQ软体除了支援Windows 也支援MacOS 对于想要用Mac来做RGB的用户来说 是非常方便的 第三个是唯一一个 我自己开箱过的Noda Turbo Plus SSD外接合 SSD外接盒我觉得对于 有在用Soundboard Dock的人来说 应该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内建有一个风扇 可以主动帮SSD散热 那Plus这一版 更是在外圈加上的软电套 在造型、美感 然后还有使用上又更加分 而且这一代是做到完全免工具安装 徒手就可以快速换好SSD了 影片内容制作不易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等一下 我再攻击 我开始 感谢观看